要给谁 台湾公民 所以我们先来市场调查一下 现在你自己手上是公民的人举手 台湾公民的人举手 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人 还没有申请了 请举手 没关系 回去了要申请台湾人的身份证 这个就是你有这个权利 你没有申请 我说全包你们用不到 所以福利是自己要争取的 可是中华民国并没有给我们 所有人 台湾人的福利 像18% 18% 他是照顾什么人 对那个中公教 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你 台湾人 我知道 叫不来 好 谢谢 那所有我们所想的 你要的 在民国 我是记得民国 我们讲民国 民国86年以前 他的公务人员考试 我曾经碰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到什么东西 我做工作在工厂 以前有一个海关是在 官务人员是在在工厂 也好像是一个什么 港口要出去的话 你自己个人盖了张以后 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那个人就是中国人 曾经我快读毕业的时候 我不是办公班读 快读毕业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 你要考公务人员吗 他说小妹小妹你要考公务人员吗 我说什么公务人员 没有人 我还没有毕业了 快毕业了啦 没有错 我还在考虑 还要不要再升学 他说你要考公务人员的话 你来温刀 就去他们家做 他要任养 任养以后我去考公务人员的话 会很好过 我没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后来才警觉说 我为什么要去过付给你 我过季给你任养 我考公务人员 所以才七十几年以后 不是 快八十年以后我才知道说 他考公务人员 八十六年他的图表 台湾二十一名 公务人员考试 福建还四十几名 广东还有四五十名 新疆还有五六名 那是考什么 所以八十六年以前 公务人员全部考试 几乎都是入籍他们中国人 像我们这年龄的人都没机会 我们听懂吗 全国人去考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 中国人会对 因为他占虽然是少数 可是他的图表 所有入籍人员 你说福建有几个人去考 二十十的好吗 可是你台湾人很多人考啊 可能几千个人啊 可是入籍二十一名 大家清楚了 因为我们是国民 没有人反对嘛 因为他们是公民 我们是国民 好 所以要有福利 一定要是公民人员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 讲有这个福利的话 头一个 我们就要把中国 这种大中国思想 要担好以赞 我担好以赞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读新台湾论 在读什么的时候 你会感觉 这次科匹选举 竟然有一个人说出 你是黄明的后裔 终于讲实话了 对不对 中国人终于想 他很清楚他是什么人 他也清楚你是什么人 可是 我们台湾到现在很多朋友 还是说一说呢 我们这段是最聰明的 说完都来的嘛 好 就当这边依随事 所以中国的一个思想 是会没有什么忽悠法 是没有的 为什么 他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 为小人与女子的男养野 但是他没有说小人跟这个女子 是什么人生的 女人生的吧 男人会生吗 也有他有责任一点 所以中南区女很严重很严重 有的人一定是大伯 他有团呆 你的信 这个是中国思想 其实我们的信 像我信刘 也不见得我是信的 其实我们平补主 台湾人 南岛羽婿 都是母性社会 都是私信 你不要被他骗了 我们都是 你可以去翻 台湾的历史 可能没有写很多 可是还很多有人写 可是我们真的有人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我们都是私信 你的信不是你祖宗留下来 不是 我们那时候都很复杂的 你像高沙族 他们名字也是很复杂的 我们也一样 只是在清朝统治台湾的时候 我们这个六个疼捆姬 有点不想想中国人 有点不想想像 我们是那时候当成什么 首帆嘛 首帆 首帆是 高沙族就生帆 你这个大家有听到了 所以我们词群是南岛与细 我们其实我们身上有 DNA里面有 中国的话不到2% 毕竟我很相信说 菲律宾、印度 甚至美国的印第安人 都有成分在 所以我们什么人 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说菲律宾 不要说几百年、几万年 正正 我们都是南岛与细 平补主 就是咬根、生番、熟番 都混杂在一起 所以我们都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很任性的 比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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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抛弃这个 因为抛弃这个 抛弃这个重染群里的一种思考模式的话 我们就好 怎么样 一个 因为 男女社会 就是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 你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 男女平衡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假如女人都不能够平衡的话 我这是人数口数 甚至以后 我们 有的人现在都不生小孩吗 有的不要死了吗 为什么 不行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 自己生产 不然我们没人家 我们 像你老的时候是没有人养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 那所以这个 以前 中华民国决定政策的时候 关于有的是难的 难得他有自己一个 一个决策的时候 当然对他最有利的是什么 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我自己 我是 我今年 我今年 我今年十五月了 其实我几年前 我才知道我是 我是我阿公第三阿嬤死的三个孙 这样 因为阿公拿三个母 我老爸三个 我阿公死去 所以我阿嬤就长全 可是 这样子我爸爸是不是 以后慢慢就会没有资源吗 所以我们是过得很好 虽然家大业大 但是 比我们的堂兄跟我大伯母生 大阿嬤死的大伯母 那边的人差很多 我们就比较没资源 所以变成说 你假如说这个 甚至我大阿嬤是产主的 所以这个中国的一些思想 甚至有一些男尊女卑 有没有 童羊喜 这个都 童羊喜你就 很多人把童羊喜 撒作对的 那个婚姻是不怎么 要怎么讲 没有自主性 不说自己要很高兴 没有这几个 所以我们现在 台湾民进会开始的话 我们要打破这个迷思 甚至按自然的 法治的社会 从家庭教育开始 儿童教育开始 学习欧美日本先进国家 一个教育方式 毕竟他们有数十年的社会 教育社会的一个洗礼嘛 所以台湾最近这几年 尤其差不多 我们一些年轻人 以前我先生上班的时候 他在美商公司工作 我在家 带小孩子的话 还有收入还够 你知道吗 我们要收入还够 可是不知不觉 两个夫妻要上班嘛 才能够养一个家 现在不知不觉 两个人养不起一个家 甚至你还要照顾父母 像我这个代很知道照顾父母 可是我现在要孝顺儿子耶 孝顺我的孙子耶 对吗 对吗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经济 这几年来 一直倾斜 为什么有钱人很有钱 有时候我为了 推电台湾人的新闻情 我有时候告诉他 你办新闻情 我们有什么好处好处 好处就会说 嗯 甘有费 我说那我回过头来 那甘有费 你要怎么办 所以 我们现在家庭的收入 并没有说 可以扣抹你所有的费用 所以我们民政府假如是说 以后老年 他有老年今天的时候 不要说多少钱 800块来讲美金 够生活了 因为澳洲美国有大部分这个数字 日本比这个还高 老年 因为日本人一个老人家死掉 他银行存款还有1000万 你们有吗 有的人举手 没有关系 户头里面有一千万的 你说我明天在世 你户头有1000万的车押手 没有嘛 我也没有啊 我不敢举手 为什么 因为一直倾斜 把资源是有限嘛 给你们抽税 你们都不知道 很多东西都想说把他们说 建立那个税制啊 尤其那个林犬嘛 建立税制的话 要用额毛里面把额毛 额里面把额毛 一根不知不觉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很贵的 很贵的 尤其这几年 我现在有时候去日本去美国 买的衣服比台湾便宜 以前会贵啊 现在不会了 可以去问问一些朋友 真的 有便宜的 就直接中国进来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 要建立这个制度以后 我们要杜绝一些东西 就是说 不一定自己要有好歹 我们也可以去任养 甚至任养有一些问题的小孩子 为什么这些有问题的小孩子 那当然也完全到優生学 那我们讲一个 我们现在 郡里面 会设一个社会局 社会局 社会局 它有一个 家庭教育中心 要设置一些 智商师社工人员 跟幼保的人员 他要训练 训练负责分前分后 心理智商跟幼童的 幼童的教养的 咨询单位跟专线 为什么 我优生学的话要从自己做起 曾经一个 一个朋友 就跟我说 欸 他说你的孩子很厉害设字 我 我的孩子怎么不设字 我就 嗯啊 不知道要怎么说 跟他说 其实按照 几十年前 我按照我看过一本书 就是小孩子出生 他的智慧是继承母亲 智慧啊 气子是继承父亲 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 是英国的一个医学报道 好 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会读书 我就不敢说 我不敢说 所以 所以我让我联想到有一个 一对夫妻 一对夫妻他 他生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可能是小时候发烧 有点问题吧 有点滋胀 一个女儿很正常 女儿正常去嫁人啊 对不对 可是他的这儿子 他一时想没有后 这个没有后是害死他自己啊 为什么 他又去越南 帮他物色的一个女孩子 嫁给他儿子 嫁给他儿子以后 这个越南的 他因为家里的经济因素 他所以就在外面拼命打工 拼命赚钱 他的钱全部都会回越南啊 没有办法对这个家庭有所帮助 那两个老的虽然有一些田产 可是老了也动不了 那两个夫妻就是会去 那叫回收资源 这个回收资源以前 持继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持继还没有动手回收资源的时候 他一个月的收入 两个夫妻很金钱 可以收资源四万多元 他很努力去捡 那我整栋大楼 我在保险公司嘛 整栋大楼有时候四点半 我就叫他来 你四点半就固定这个时间来 我就收收给你 你就可以得到 他可以养家活口 可是资源 实际做了资源回收以后 一直減一直減 減了怎么办 养不起这个家 所以 为什么要有后 所以我们要尊重的就是说 不能像我阿公带上来的母 后来我这个孙女搞不清楚是哪呀 阿妈生的 到老才知道 尊重婚姻制度 就是说一对一 一夫一妻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 我们去想起动物 动物本来很多都是一夫一妻 你搞到说很多 一个人要霸占好多女人的话 是不是都 什么房宫里面什么三千粉袋啊什么 那是害死那些女人的 你没感到吗 那是不人道的 没有人权的 所以我们尊重一夫一妻制 而且要合法自愿医愿自然法则 就会产生女小孩子 那小孩子我们社会 所以你不要认为 因为美国到现在目前为止 到18岁是他父母 父母对小孩子养育 有天赋不可避免的责任跟权利嘛 你没有人心心的说 要伴给人家死 那不行 我们会制定一个法令 来给你限制住 要重视我们的家庭观念 以前50年以前可能是有家庭 这孩子没关回去 有时候 爸爸可能打不下手 隔壁一会儿就说 你的阴子怎么怎么 直接打下去 没问题 现在不是会够的 所以 因为一个大家族 这个小孩子有大家族在管教的话 我觉得他行为会比较正常的 你不要太偏 有的甚至 现在有很多人家校园霸凌 你的孩子在学校不乖 结果老师打的时候 他们家庭就叫他 叫他来就教老师 教老师教学校 那不对 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 让老师打 回去不能说 大家有记得吗 我这个年龄 不敢说 回去说的时候 电脑又说 隔壁 隔壁 隔壁啊 所以 所以 我们以后 我们要收集的一些 现在 如果日本修学 他也是营养午餐 可是他的餐 大会小孩子会分辨 而且有客人来的时候 他给你装好 还给你谢谢 所以他们很有礼貌 我们现在小孩子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都很自私 现在他们很自私 有教 有了 一百多次有的老师 有教 可是教的是什么东西 三字经 弟子规 那又恢复到什么 中国大中国思想 那是大中国思想 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不好 大中国思想 他是要 要 为什么 让你们 让我要管你们的时候 好管啊 你是被努力的一方 我说得快 是不是要抛开 那等一会 所以我们的一人是什么人 不是个人的资产 也不是家庭的资产 是整体国家社会资源 为什么 一个国家的存在 一定要有好代 一定要有人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走到很危险的状况 有个年轻人 不是 有的也是要死 不再不死 这个部分 牵涉到营养学 所以 我是奉献各位 以后 吃东西 不要吃基因改革的东西 这样讲得快 基因改革东西 因为基因改革东西 尤其是美国的一些黄豆 它是种来给动物吃的 它不是给人吃 可是 它的黄豆行销全世界很多人 人都在吃这个东西 而且台湾很多人吃素嘛 吃素 黄豆它是可以 所以很多人吃 吃素的很多人是什么疾病 痛风嘛 有没有 其实那个黄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有基因改革 基因改革就是 黄豆种植的时候 它有撒一种药 这个药 它可以让这个黄豆 没有后代 没有后代 这个黄豆没有后代的话 它就这样 虫不吃它 因为为什么 虫知道吃了这个黄豆以后 我没有后代 假如我是虫的话 结果 我们人吃得翻过 你不觉得吗 所以现在市场上会有分嘛 基因改革 所以 基因改革是 变成这个东西没有 胚胎 没有性 这种东西 所以 很多人 尤其现在 你没有发觉 现在很多女孩子 生产过后 即使有小孩子 可是 没有 密乳量 没有办法给小孩吃饱 有没有发觉 这是很危险的选号 假如是动物的话 就饿死了 那不是 所以小孩子有危险的时候 公权是要及时介入的 而且是要安置跟諮商 为什么会这样子 法律的辅助 这是社会局的一个责任 我们现在 中华民国做一些后来的东西 还是不错 那他也是吸取美国 西方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 家世事件法 性骚扰 性侵害 性侵害 性侵害我是觉得是说 以后 我们是不是公倉 赞成公倉 性伴侣者的那个职业的人 棘手 赞成公倉的 我要讲这件故事的话 我稍微讲一下 我一个朋友 他娶了媳妇 因为他妈妈比较早逝 他喜了老婆以后 他的爸爸常常就 过一段时间就会骂他老婆 情绪上就很不稳定 不稳定 他一直想不出什么原因 他想想看他老婆也蛮尊敬 他爸爸的 怎么会 有时候会情绪不好 结果有一次天气很好 他就载他爸爸出去 因为等他老婆说 去菜市场说要买菜 要这样子 他又载他老婆去出来 他出来就经过一个三家公圈 三家公圈 看他爸爸看那个三家公圈的并且 他说 他爸爸好像眼睛亮了一下 好像 好像 他就绕了一大圈 他在回来的时候 他爸爸还是一样的表情 他就说 爸爸爸爸 你下去 我三千块给你 我几点来接你 这样 可以吗 他说可以 他就放他下去了 他就三千块给他 因为三千块给他蛮多留音的 他就 他又回去了 载他老婆赶快去菜市场买菜 结果回来又 再老婆回家的时候 又再去载他爸爸回来 他竟然整路上 他吹口啥 为什么 他的心欲已经解决了 所以 为什么有心侵害 甚至那几天 有一个新闻说 阿公欺负 甚至一千多次 他的孙女 他的孙女可能有点滞胀 什么的 不太清楚 这个新闻是不是大家都常常看到 都常常看到 所以我觉得以后工艙 会有合法的设立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人 人的性 还是要解决掉 男女都一样 因为这样子才 一个社会才会平和 一个balance 所以以前 女性公共的参与 慢慢现在也很多 一些财团法人 嘉湖基金会 嘉湖基金会 这几年也做得不错 可是他的资金 都是来自于民间 或者一些公益团体 像符伦社 或者什么狮子会的 一些俄副联盟 俄副联盟以后可能 要不要存留 大家 可是世界展望会 就 这个部分就 让一些人去做 他世界展望会 中华民国也有一些东西 可是他可能会移走 反正他们的资金 政治现金可能也 有都在这边 怎么用 他们自己在操作 还有一个家暴仿制 这个家暴 我先说一个故事 我那天 我的早孙 我早孙小学二年级 有一次在网路上 就很想说 要download一些东西 我是不准他 很多东西 我是不准他download 我儿子也不准他 就说阿嬷妈妈 你不给我 就一直要抓我的手 抓我的手 我就压起来 好像叫他算 我就打他 臂股两下 他竟然说阿嬷妈妈 你打我 我要告警察 死了 他懂得法律 他懂得法律 所以这个家暴仿制法 所以头一个时间 我们现在是以后 警政是黑熊在接 接嘛 衔接 所以社会局就是 十个小时应该要接入 到底怎么一回事 安抚建立一个口单 这个家庭的口单 就男女之间都要接受辅导 这里有写一个辅导 说证嘛 口单记录 辅导施暴者已被施暴者精神状态 有的还是要转戒处理 因为这个东西在美国是做得很好 甚至不给你探视喔 你太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你就连小孩子探视权都没有喔 那很严重 你说你不养吗 不好意思 我要把你的腹头扣押起来 你赚的钱我就一半要拿给安养这个小孩子 你又看不到小孩子 会有这些动作 所以法律上咨询跟协助就是后续 心理复健 中途之家 现在中途之家也有一些学校有在做 转戒 现在转戒给家庭教育中心也有 那什么叫做 有一些小孩子为什么会有 翘课三次 家长没有回复的话 可能就会一些社区的资源 一些小孩子的话可能还没有读书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一个寄养的家庭 那家府中心现在这几年也有建立一些寄养家庭 那寄养家庭的设置就是说 两对夫妻都有很好的经济后援 那小孩子也一两个一个 他有想说 人家有状况的小孩子要寄养到家里 他都可以接受 这个就是说 我这个小孩子托泥带养 就是说我一个月一万五全新台币 现在目前是有这种制度 帮忙带这个小孩子成长 因为当然也有是吸毒的 那有的是说 父母都让你抓一根 那你这个小孩子就是要辅助 小孩子辅助 因为毕竟小孩子就是国家的资产 年轻人就有这些后续的东西 年轻人快要死 所以那个家暴部分 我们现在就讲 这有没有意见 各位 家暴的 家暴的也可以牵涉到 那几天假如那个新闻是真的话 这个大伯的阿公是要 我的意见有点比较偏激 要给他气势 我说 你没意见 既然要生小孩子 当然大家年轻人也会怕 他的 他的 甚至以前公务人员 尤其是银行 看你结婚的时候就在禁止 你要死也不是死 有时候新的时候 就要叫你持投入 对不对 有吧 有亲戚朋友在银行工作的以前 现在可能比较不会 那 美国的生产 它是有食物的补贴 现在也有现金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现金补助你一个月多少钱 让你养这个小孩子 怀孕出期 那其实你就可以申请一些假期 生产假期了 生产假期是三个月 你生产过后三个月 就是你的生产假期 那生产假期我是说 国家资源有够的话 政府的资源有够的话 那 妇女三个月 满三个月后 应该要上班半天 公务 方法的话 那你营养绝对要足够 因为我毕竟看到最近一些年轻人 有过了年龄 婚姻三四十岁 生出来的小孩子是奇奇怪怪 有什么蒙古镇 还有什么 有一个卖饼干的 那叫什么 小孩子那叫什么名称 一些唐氏镇 很多很多 大家家庭都很累很累 所以变成说你在怀孕出期 你就要搞定说这个小孩子 我要生出来就是要有健康的小孩 所以营养补充 那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钙跟B群吧 好 刚开始怀孕 各方面 因为很多人现在饮食都偏差了 我们的饮食都很偏差 尤其是很多人 小孩子吃麦当劳 吃了 竟然八岁 女孩子八岁就来月经吧 那就很危险了 来月经的话 这个小孩就成长不了了 身高绝对拉不起来的 要搞清楚 这不是很危险的讯号 所以 我们尽量鼓励是母乳 你假如照着怀孕初期 就有照着这个顺序走的话 所以有个妇人家怀孕会悲惊 为什么 她一个身体的机能已经受影响 她有时候会想排斥 所以 你能接受她的时候 你会喜欢吃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就尽量吃就好了 甚至印度曾经碰到一个妇女 竟然怀孕以后 拼命拿那个泥土吃 缺乏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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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土也是矿物质 所以我们以后的小孩子 希望当然是 要优生血就从自己做起 阴架的设置的话 欧美国家是这样子 一个小孩子的塑造人格 人格 他是从一岁到六岁 是最重要的时间 这个时间最好是 父母有一方亲自带领 或者全人 所以我小孩子 我的小孩子都我带的 所以我很知道她个心 所以知道她在脑袋 我会比她跑一步 她想什么 我小孩子是这样子 我三个小孩子 他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说 读书是你学习的机会 你要学习 你现在也不能做什么 你就是学习 你就像海明一样 尽量学习 什么东西都可以学 所以我小孩子都还不错 但是我播好几层笔 为什么 我三个小孩子 两个博士 一个硕士 所以我播了好几层笔 所以 所以小孩子的建构 就是要让自己 跟小孩子互动 是什么 很重要 所以我跟小孩子说 可是你不讨厌 可以 我给你讨厌 去我朋友 我朋友家里就养牛 乳牛 乳牛 一生出来母的话 一只是十万块 我就买十只 我投资十只给你养 国中毕业就好黑 你认识智 或者你去赌 那个什么关系农校 农校 畜牧业 我就投资 你就不要 竟然两三个都不给我 我全部赌到 我那三个小孩子 都赌清大交大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教育小孩子 这个期间就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你要怎么带他 尤其是女性 就比较怎么样 我们要顾到经济 也要顾到民生 所以也要顾到国家 企业我觉得它要有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啥 一个工厂 你雇员 假如说你的雇员 男生比较多的话 女性比较少的话不好 为什么 你没有一个平衡 没有一个平衡的话 他会去 男生会出去找 我要结婚的对象 这是动物很自然的一个需求 我们人也是动物 不可否认 女儿也是同样 那是很自然的东西 为什么到今天很多人 因为他太环境太狭隘了 买男人很多 女儿比较少了 买男人很多 有平均 社会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 说叫人格是小孩子 他自己 我们要给他的 就是你要有安全感 最近我听到一个联副主席 他最近 他最近不要没有来台湾民智湖 结果那天跟我讲说 这几天他母亲去 七八个月小孩子 母亲去出国 她说这个小孩子不吃饭 你不要看他八个月 母亲出国 表示母亲没有在他身边 所以他不吃饭 为什么 没有安全感 母亲还是母亲 这样我讲对吧 心灵心啊 老母没在的一定会想我 你们不要看他 他也是有想的 想这个妈妈 我就跟他讲 你的小孩子 你的孙子想他妈妈 叫他慢慢回来 他就没事 真的啊 回来就没事了 这小孩就吃饭了 很简单 所以生残前15天 就可以申请你的育婴假 那育婴假9天是修养假 全新喔 那 那满3岁以后 修养假结束就是 开始的你的一个育婴假 育婴假是2年9个月 2年9个月 开始你每天可能要半天 要为你的公司工作 不管是公务美 还是私部门 那这个工作 其实也可以用电脑为主 现在尤其客服啊 客服专线可以转到家里嘛 对不对 你还是这样可以工作啊 上半天 因为美国就是这样子 美国妇女到小孩子3岁 你都可以要工作半天 给全新 给全新 所以 你也以后 满3岁的小孩子 要脱育的时候 你全新上班的时候 你不会跟公司脱钩嘛 位置不见了 不会 你还是有你的位置 不会怕说我生了一个小孩子 我回去我没有工作 不会 那私部门的话 可能这个账就是要 怎样 就是不要用费用的方式 用税制的方式 这个公司假如设置这个 应该要给员工的话 我税制会不会要跟他减少 或者用他税 你要缴多少税 我从你付出的多少给这个社会 给你的员工我要负担多少 那目前就是说 健保我们现在以后政府部门 国家替你出了 老板要不要再付出很多 没有 所以慢慢就给你税制方面给你减少 所以你对这个国家有那个嘛 所以假如这个孕价2年9个月 假如你觉得是说 我妈就比我贪得多 我也可以来照顾我的孩子 你可请育婴价 不限定是女性 我替各位男生争取 那些不是年轻人 替你们争取有育婴价 你照顾肩 最肝又最拔肝 全心 这样不好吗 好 所以这个都可以研讨的 公司方面都可以研讨的 这个东西 那你会觉得说 什么地方 现阶段大学 大学现在几乎一个一个在关 那空出来怎么办 因为实践大学以前是高级的外省级 我现在把它暂时为高级的外省级 中国人 去的 结果实践大学已经卖了 明星科大最近也在说要卖 因为他们要回去中国 所以台湾民政府走的路是对的 他们都渐渐的移走了 你们都不晓得 因为最近我看禁忌的东西 因为去年的外汇存底 2400多亿 今年上两个月 竟然马英吉就说 中华民国外汇存底 4200多亿 我问各位 这一年来我们经济成长有几%? 不到3% 那可是 几哪有多? 大家去思考 大家去思考 你们自己要动脑心 这个我讲了就不好了 所以老年人就是 因为我们都给了老年年金 对不对 我们资源社区 帮助一些些年轻人 找一些社工人员 来帮忙 三岁到几岁的 六岁上学之前 我们有一个互动 当然一方面跟小朋友互动 另外一方面也一个 开放社区老人成长运 现在也都有一些在做 用社区活动中心而在做 那美国也是很多学校 也开放一些课程 台湾也有一些社区大学 大家在学习 在学习一些东西 你再学习说 我要唱日文歌 再来学音译 那要我们的官方语言 就是英文跟日文 我们比较多的人 我们要学日本語 有时候我们走 回我们族 那边日本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行无足 所以现在大学招生不足 以后是不是要释放出来一些资源 给一些要想养老 而且你自己身上又有钱 这个学校还是不会打吧 我就有八百块 我拿一六百块 有党家有党大 还有人这样 我们下下棋 或者我们来做什么 跳土风舞 打一些垂球老年的活动 你也不会说那么无聊 也不会浪费资源 也不会浪费资源 所以刚才我不是讲社工艙吗 所以有一些未成年怀孕的 现在可能有比较少 可是成年怀孕也蛮多堕胎的 那女人男人都一样 到某一个程度 他都会有性方面的一些要满足 那问题 我觉得男跟女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所以保险套啊 不是吗 要保护自己 你有没有拿起来 金虫在一个女人身上 你就没得事 这个以后会 要设立一个 来看怎么处理 那一方面就是说 你要给人家收养吗 就是这样子 辅导嘛 咨询 法律上的协助 那碰到要协助的时候 当然 现在目前生命线嘛 885社会局专线 还有张老师的专线嘛 那些都有一些法律的资助 尤其是妇女 在很无望的时候 都有一些会帮助你的人 你就是要找这些人 那以后这些就办理收养嘛 好 所以不一定要自己有后代 也可以去收养一些小孩子 不管他是正常不正常 你们看过一个阿甘症状吗 阿甘症状 有齁 他身体不是很好 也是好像是 两只脚从小不是行动不是很好嘛 可是他到后来都很成功喔 他也没有永远去补下 他也是后来他也是做了 他的一个一段 断了一条腿的那个军中的同袍 跟他做投资理财嘛 所以他是很好啊 所以有一个脱役的制度 就是现在目前国小 那国小国中 以前国小十几班嘛 现在两三班啊 而且现在人数才三十个啊 二十个啊 所以空间可以就拖一场所嘛 那个 企业也可以去租啊 其实 新竹那科学营区有几家公司 自己也做得很好 据我所知我儿子在台积电 他就做得不错 台积电是做得不错 那台南有几个企业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以后会要表扬这些大企业 渐渐的大家都要往这方面做 因为没有这方面做的话 以后台湾人会消灭喔 因为马银九上来六年 你们知道放多少人进来吗 中国 这要六十万啊 你可以去台北看一下 假日不管平时 全部都是中国人 这样有没有解决到 你们是被稀释啊 我们台湾人稀释啊 他要灭你的主啊 从八八水山里面 没没看到吗 一夜之间淹了那么多人 他五动一钟耶 你不会掉泪啊 对不对 八八水山淹那么多人 假如你的青油在里面 你不会紧张死吗 三天呢 几个小时 中国是有 有意把台湾汉化政策啊 甚至什么东西都要汉化 以后我们都要丢这个东西 那师之就是社会 社会局要统筹办理 一些受克 以后我们这个资源要比较丰富 甚至 因为最近我儿子在日本嘛 我儿子说 找一些日本人来教我们日文啊 看怎样子 对不对 以后先上教学也可以啊 好 好 还有一个是家庭收入的补贴 我讲这个就是 因为夫妻之间有一个人伤痛或者死亡 而造成这个小孩子无医 那政府人就要补贴政策 那我补贴的对象就是小孩子 我不会补贴大人 当然我会替他找一些工作 假如没有工作的话 辅导妇跟母一定要就业 儿童今天是用现金发放嘛 每周发放 所以这个对象就是离婚嘛 也有嘛 分居嘛 伤痛 死亡 这个对象我们要补助的 辅助的就是这个母亲跟妇女 或者妇女 那当然就是对象 我们要给的对象补贴的对象就是小孩子 到18岁满 国家的责任就是这样子 所以18岁你要自己为你自己负责 像我小孩子只要就学完毕 你不要抬头赶快去工作 我以后我一毛钱都不会留给你 这是平衡 所以我小孩子读书 我说你尽量去学 可是到了学校毕业 或者你当兵回来 像我大儿子6月1号当兵回来 6月4号就在台积店上班了 所以绝对不要让小孩子要依靠父母 这个我跟你说你会做事 我会特别说有的人 他如果一贪2万5千 做什么回来让我吃 2万5千做什么 这个害死这个小孩子 你们自己去评估 你要这样做的话你们自己去评估 为什么 因为拖累你自己的话 他要怎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 不是生一个小孩子 有的人生好几个 有的人会偏重某一个人 其他的小孩子是不是 嫁狗的呢 那没这样 所以很多人都是为了兄弟之间 为了财产 那些小孩子 官司够来够去的 所以都是父母造成的 所以我小孩子 我说 你有受益 不能够回来够 可是你要拿给我 我也收 我也收 我也不想收 我不要 可是他们自己很会投资理财 还好 上了班快10年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 比我富有 他们现在房租收入还比我 比他自己的薪水还高 所以这样 让小孩子自己会死肉 台湾不是说这句吗 他们如果要死肉 那是你的 不然 财产帮你拿钱 没给爸爸 我要投资什么 你给他这个 那个没给 你有硬要万坦 老的时候 你没钱 在都没人财产 这个不要后悔 我讲 这个是比较实在 我比较实在 比较现实 比较现实 没有 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当很多朋友 我的朋友说 你做的生意好 我说 我买家买两三斤 三个小子都要在 现在 女儿再回家 又要一斤 现在买第四斤 我说 这辈子你要 你怀疑就好 最细 两个阿姆最细 真的 没有自己的休闲 一天坐 不太多 要这样做吗 他身体又不好 为什么不能休息 因为 小孩子哪去 我跟你讲 他不是辛苦赚的 很快就开完 对吧 我们家传要开很快的啦 他不听嘛 他不听了 所以以后这个补贴政策真的 就是父母 我不是补贴你父母 而是补贴你的小孩子 你有困难 我补贴你 所以这个补贴政策 英国 日本 造成很多财务困难 所以我们在补贴政策 要比较严格的执行 当然我们对象就是小孩子很清楚 满18岁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不能再依赖说水都错 什么什么水都错 找头了自己爱找 打针子也 我一个朋友也是 打针子也照常去打 有吗 现在用钓子了 现在没打针子了 现在很多机械法 会代替我们的工作 慢慢自己要思考 我们以后走什么路 因为台湾是 就是没有核能的 没有核能的一个地方 家园 那也是无独家园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无独家园以后 所有年轻人下乡 你有土地老了不能公众 没关系 你土地我政府给你租 租来给你们年轻人去种 这样好嘛 要增加一些就业机会 那一方面他自己去做 所以科学院区有三个几个人 合起来 弄一个三千万的一个 温室的一个种植芽菜 他的收入一年好几百万 这个都是有机的 所以我们以后会一些 我们大家一同来努力 这一块把台湾变成我们要的 绝对就是 这些中国人 把中国人的以前那一套 都要丢掉 那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以后我们觉得 这跟中国毫无瓜葛 我们不要跟他 当然有一些人说 我带到新部就有 新人要怎么办 可以啊 PTW嘛 在这边居住 那你慢慢几年以后 你要效忠台湾民政府的话 都OK啦 所以接着下来 差不多也时间到 那 这个 这个方面这样子 有年轻人有没有 因为老年人都有那个福利嘛 年轻人你们这个是你们福利 还有什么意见 年轻人 几个 一二三四 帮助你们啦 妇女 女孩子 女孩子未分的 因为等一下8年以后 8年20有一个座谈会 那座谈会就是说 讲出你们这几天的心得 那在这个 你们对这个补贴政策 以及上面那个 脱衣制度 有什么意见 希望各位年轻人 说出来 好不好 我硬生虫哦 硬生虫 没关系 没关系 慢慢来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还什么 来 因为他中华民国的拖曳制度 他有每一个县市政府都不一样 有的话说你死一个我给他2万块 有吗 新中国1万块 市值1万块 有誘因吗 对啊 台北很有钱 甚至残障可以领一辈子 一万多块 其他乡镇没有啊 只有台北市 残障 没有啊 台北市的资源好啊 他资源很好啊 台北市等于什么 中国城 他照顾他的自己人 你不要想 因为那几天我去拜访福口一个 那个什么人 就是老鹅子带我们台湾人 他老鹅子死去喔 结果他半年可以领七万几块 半生喔 七万几块喔 还有三季 还有年终奖金2万5 有 2万5 超过2万5的就225了啦 没有超过2万5 你要2万5了啦 2万5啦 就固定2万5了啦 那18%照顾领啊 台中有一个童心啊 2夫妻在台中七十几岁了嘛 那天才跟我讲啊 他儿子今年比较孝顺 哪一点钱跟爸爸 你夫妻 因为他们也会讲日文嘛 去日本七头啊 接着回来又一两个月 刷布子 他来赢3千5耶 两夫妻一个人3千5 7千块 请问各位能够活吗 教理现在有够啦 7千5 这样几天拍四 天好爽嘛 结果一七头回来 刷布子没有钱耶 他就问台中市政府啊 那我钱不来 来来 我给你看看 那社工人员就拍拍 你不是那一本 你就有钱那一本 评估半年以后再说 他要不要评估 他照样跑中国 半年回来照样领耶 半年想喔 七万多块啊 不是吗 他去中国啊 甚至龙肿 看病不用挂号会了耶 没人急耶 都不用钱耶 那天我手在后山被蚂蚁咬 肿起来去看几审 三百八 免胜啊 三百八 后来 诶 储资费说三百 六百倍耶 一千五都去了耶 我要钱啊 啊对啊 再过几个月可以拎三千五了吧 我很怀疑我 有没有领的大领不到 三千五 光明秋夕耶 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国民啦 搞清楚了没 各位 他是公民 我们是国民 好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啊 我们是皇民后裔啊 你哪有这个待遇 没有啦 所以不知道 要生性情分子 要牵手更快 对吧 申请身份制要你父母 有的要找到祖父母 是日本时代都在这边的 那是很严格的 有当兵的几少 男生嘛 对啊 以后台湾民政府拿到政权 一样啊 对 你讲的 一定 因为它唯国际战争法 那都违法的 因为最近 美国一直释放一些机密档案出来 你们可以去看台湾的正向 最近也出来一些履行政见的事情 最近也出来一个那个 麦克拉塞在1951年5月3号在 军事外交委员会的法院作证 高等法院啊 军事外交委员会的高等法院作证 日本没有错 日本天皇没有错 是美国错 这个你们可以 你们下课有想要的话 我机子里面就有 可以来给你们 看了这个 你会感觉 实在 我们是 被骗 被骗 被骗很大的一个 要说 胖胎胎也不是 我们怎么胎胎 你有胎吗 可是我们一直在推 推台湾民政府说 我说你不是 我们是台湾人 你就没拿 我拿新闻状给你看 台湾人的新闻状 你会中华民国 你不是不理啊 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生闻状 有选拟的人押手吗 你公民呢 你还算手 算机 对啊 你国民不能选拟 就等于美国的利卡 美国的枫叶卡一样 是暂时的 居留证 你要变成公民的话 你要宣誓 我们要变成中华民国国民生闻证 我们有没有宣誓 可以回去问你爸爸妈妈 或者日本时代的一些 一定没有的 为什么 为什么有228 就在这儿知道事情的人 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事情 被杀掉了 所以有人很害怕 我会往台北 我说不会 可能 然后逃党的时代都是这样 对啊 对啊 这个就这样 你们你们看到 你是皇民的后裔啊 他不给你讲啊 他有给你讲吗 今天他要走了啊 郝博春是已经 已经到最后了啦 他才讲出来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变成说我们不是公民嘛 我们是国民嘛 国民那真的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吗 中国人吗 不是耶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熟 都有一个横文啦 这里啊 有一个横文啦 很清楚啦 自己看啦 因为现在冬天了 都有 大家都有 拼不足都有 对 不用出来 就有一个横文 有的两三条咧 我们都拼不足 拼不足就是 那可能有一些人是从飞兵过来越南 也要去中国的沿海 又再回来 所以万能有就是那边 这边有头到过来的人 有头到明南嘛 明南嘛 有头到 头到中国 那中国的人又回来嘛 所以大清那个200多年的 212年的历史 可以看一下 其实留下来不多耶 所以清朝的时候就给你编了一些 一些什么 我家说什么 10 我爸爸说17世 我什么18世 19世 我那 所以我们申请身份证 那夫妻腾病的时候 就给你冠了福啊 你说火锅的福啊 说客家话是广啊 其实我们那科家话是客人的话 以前是郑成功带过来是官话 可是 叫你们都要学习啊 叫你学习啦 所以每个朝代都留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化 我们很多人就把它留下来 可是 都后来也 旧的又把它消灭掉又重新盖新的 很多我们日本时代留下来神社都不拆了吗 那有剩下多少 有啦 斧头山那边还有一个 可是里面前面都是空的 以前原山大饭店它也是个神社 原山大饭店以前也是神社 所以变成说 我们台湾人是慢慢的被洗脑 甚至马英九上来的时候 甚至要把总统屋拆掉 为什么 我一个朋友是 我们亲家啦 土木祭司公会 找几个人去评估 那总统他想猜 结果一去评估说 不好意思 这台湾建筑最好就是这间 你还要猜吗 最后因为他跟日本东京车站 一模一样的建筑师 你们可以去日本东京车站看一下 我有找回来 我有去 今年我有去 我有去拜军国神社 还有去东京车站去找回来 跟台湾总督府一样 露革式的一个建筑 那是很新的很新的一个建筑师 从华国意大利学习回来一个建筑师 在东京跟台湾总督府建了这两个很标准的一个他的作品 就这样子 所以他建筑 东京也好好的 东京车站那个东西还好好的 他只是后面 他上面有多一些支撑 可能还没有台湾的好 台湾还被美国打过 后面好像西乡还是什么都被砸过一次 再重修 所以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东西都被消灭掉 我们变成我们的文化被彻底了 所以我们到今天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 我们土地是竟然日暑 我一直冰一直冰 我们都舒服掉了 马关条跟秋金山和平两个对照就好了 看得懂英文的话 你两个对照就很清楚 我们这个台湾土地 确实还是日本天皇手上的 一个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 怎么样都不会变 这是领土的完整性 所以日本现在进国 那个谁 阿贝金山不是很积极的在一个种词 现在在选举 选举自民党绝对是压倒性的 因为你左派再怎么阻止 因为你没有回复 回复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的话 你北方之岛 台湾你要要回来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你还是要回复你自己 日本天皇那个 大日本时代的民旨宪法 或者一个 因为集体智慧权都已经要回来 那是可以在外面 外面随时都可以宣布 要打谁就要结询就结询 已经回复了 因为只有日本强 我们才会得救 真的 当然要靠美国一点点释放 我们也是真的 我们的台湾的主权 真的要是真的要美国一点点 是他说了算 我们一步一步 美国讲什么 我们去做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素人 我们大家都没有搞过政治 对不对 以前我的政治理念是 国家大事不关我家事 这是我的口头禅 我做保险 我不能得罪 想到我不能得罪 因为我做生意的关系 所以国家大事不关我家事 可是今天是好像国家大事我家事 真的我蛮认真的 我在渡北新竹也成立一个服务处 在新竹市东光路145号 大家有朋友在新竹 可以带来那边讲 我再会在那边值班 新竹有渡北这边 帮话新丰 香山 竹东 你有朋友可以打电话 告诉他你要了解台湾民政府 可以去竹市东光路145号 就可以找我们 扛棒都已经裁好了 大家努力的就是 把人的身份 自己的身份地位找出来 就是因为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就这么一个很坚定的思考 没有其他的 只有你恢复你自己台湾人 你才有你的尊严 否则我们台湾人是 那么多年来是被信心 自尊心全部都趴在地板上 那就是中国要的 也是美国要的 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要一件一件 跟美国要回来 就这样子而已 That's all 就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 尤其我们这个六十几岁 我们现在没座 少年国家不知道 有可能 不然我们后台要怎么出头 不然就出头 不过国家算就赢刀啊 你们有感觉吗 民进党一样啊 国民党一样不是吗 国家算就赢刀啦 连前也去赤刀婚姻员在政坛 现在还说他们儿子 林郎又姻孙啦 可是你的儿子有材质的 敢有多算 他才有很多钱耶 没有嘛 我们的儿子有材质的 没有啊 没有机会耶 所以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的机会啊 不是吗 我们子女的智慧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 学习说 多学习 要怎么接政官 我们不是跟中华民国接 我们是跟美国接 所以放心 我们背后的就是美国 跟我们拿主意 我们只要坚定我们自己的自信心 自信心还是要衣装嘛 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的象征 就是一个制服 我们以后制服就是这样子 美国的公务人员制服也是这样子 也都是黑色 你们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有一些discover 什么HBO 你看那个警员幾乎都是黑色的制服啊 公务人员都黑色就更多了 不然西装鼻挺一定的啦 我们要当然 就是我们现在初级班对不对 下棋也有高级班 大家乐意 今天像今天楼上五楼就是职权训练嘛 那后面就是一个专业训练 跟那个一些第二次的训练喔 就会讲一些比较内涵比较深的地方 让我们了解 以后我们要怎么接 接轨 怎么接轨 大家都要提起精神 虽然这有一些花钱 可是学习是要钱的 因为我在保险公司那么多年 我曾经魔鬼训练几天而已喔 花多少钱五万 卡内机 我也花十几万喔 卡内机 不然我今天在这里讲 哪会要讲 我这卡内机训练出来的 以后我们都要学习 拿拜客风 说法力就给这百姓听嘛 法理 就讲台湾的 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嘛 就是让人民每一个人都愿意 也很喜欢拿我们台湾 民政府台湾人的身份证 这样子就是 我们目的就达到了 美国还是要看你的人民有多少啦 所以我们要做秘书长的后盾 就是每个人赶快去推行 台湾人拿自己的身份证 一人十个 一人 你有能力一百个一百个 你有能力三个也可以 大家三万多个人 一个人推行几百个 就很快达到那个数字 希望大家这么冷的天气 要保重自己身体 以后我们要接政权 就这样 好 结束 谢谢